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有個地方是男生永遠覺得很神秘的 就是女生宿舍 接下來這組來賓就是要把女生宿舍搬到現場 讓我們歡迎網路短劇同居吧 MC女孩四位演員詹婉如 李玉安 周維玉跟常欣萍 非常歡迎四位來到夜夜秀 然後接下來你們有一個網路短劇要推出 叫做同居吧MC女孩 MC女孩是你們的團體還是 呃這個名字的由來是 因為我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入住要到一個新環境 然後大醫學生 然後我要去找一間就是宿舍 然後於是跟這幾位學姐們 同時間就是MC一起來 所以這個名字是這樣子來的 嗯 那要不要介紹一下在劇中的各個人角色 你剛剛說你是新生 我在裡面飾演李怡萱 然後我是一個高知識分子 然後很聰明 但是除了知識以外 學術理論的 生活上的東西都不會 然後性愛的東西 談戀愛的東西也都不懂 聽起來跟我很像 我本身也是走這種清新寡慾路線的 玉安呢 玉安的角色是 我是Jessica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是一個 要性不要愛的玉女 然後我在我們家 我的房間就是一個我的小泡房 對 裡面有很多有趣的玩具啊 什麼什麼的 等一下 玩具是什麼樣的玩具 就是你最想玩的那種玩具 你說iPad嗎 這是一些條狀物啦 嗯 有趣 應有盡有 應有盡有 對 然後每天帶不同的男孩子回家 那惟玉呢 惟玉的角色 我 我角色我叫詹麗琪 那裡面在飾演是一個求偶女 就是占卜師的部分 然後她做任何事 想要愛情 都要去算一下 都要拿那個羅盤 去找她的真命天使在那裡 然後每天都要看日曆這樣 所以你本身相信這些東西嗎 你是一個會去算命的人嗎 我相信塔羅牌 而且我會去算 雖然結果都不是很好 哈哈 好難過 但劇中的結果是好的嗎 還是不能透露 去看就知道了 去看就知道了 OK 看我表情 喔 哈哈 那最後一位好了 欣萍演的是什麼 我在裡面是一個處女鬼 處女鬼 對 就是她是玉女 我也是一種玉女 只是不同的玉 處女鬼是什麼意思 處女鬼就是我在裡面 願望就是要破處 破處了就可以走了嗎 還是 所以她是破處之前就掛了 喔對 所以她人生的執念就是我要破處 對 她的執念就是破處 對 那 破處之後會怎麼樣嗎 還是 就破處了 耶 要看才會知道 喔要看才會知道 對 要看才會知道 破處了會怎麼樣 喔 這個很可怕 如果設定是說 在 生而在世的時候 沒有破處就會變成鬼的話 那 陰間應該全部都是死災難 很可怕 很可怕 但是我想要問的是 你們在劇中的個性 跟你們本人像嗎 我覺得那個 Casting 一定是有看到 我有些玉女的部分 所以 就是她從我眼神裡 有感覺到 這種 所以她才找我演 Jessica 你的名字在戲裡面 就是個陽明 對 就是陽明 你沒有中文名字 我叫蔡奇亞 誰 誰寫的 叫她出來 誰寫的啊 我也覺得誰寫的 蔡奇亞名 好 OK 我懂我懂 對 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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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做什麼東西 就是更加努力 讓你融入這個角色嗎 在家 你會看著鏡子這樣 這張你會嗎 下巴 這樣子嗎 收視率 各位 收視率 哈哈哈哈 奇怪喔 狗在這 有嗎 你在特別做什麼學生 我有 有 看一些愛情動作片 歐美的那種誇張的 歐哇 你平常都看歐美還是日系 我 我不太知道那個是什麼 你掃在那邊 掃在那邊 我都是看書 還是航空版的 我看書比較多 真的 我就說嗯 是 原來這個購盒會讓人生小孩啊 那跟我看的都差不多啊 對 乖乖排 可是我聽到你們在 是不是在排戲的時候 你們有一個訓練 是讓你們壯大膽用的 是嗎 壯膽 就是我是一個很容易臉紅的人 我雖然有育女的成分 可是我很容易臉紅 然後那個表演老師 就為了讓 因為我這個角色 就是要大膽 我不可以有那種生理上的狀態 讓大家發現我害羞 所以他就會說 好 從今天開始 你們大家就是 開始開拍的時候 你們每天都要念 一些朗誦 一些很大聲朗誦 器官的名字 然後一直講到沒有感覺 講到臉不會紅 耳朵也不會紅 器官有指定什麼器官嗎 沒有 我們可以示範一次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陰莖 狗彎 奶頭 陰道 這遊戲可以玩多久啊 也沒有多少器官可以喊 我只要看你們 繼續繼續 然後我看什麼時候會結束 陰唇 尿道 發言 不可以臉紅啊 陰河 對 非常學術 陰河 蘇軟管 蘇軟管 接下來當然是 蘇靜管 這沒有什麼好害兆 陰唇 外陰唇 內陰唇 不錯 這個蠻不錯 所以我在猜想你們排戲的時候應該感情蠻好的吧 應該 全部都放開了 第一次認識的時候我們就介紹說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獅子座 我也是獅子座 我也是獅子座 我也是獅子座欸 我也是獅子座欸 無聊 所以你們都很相信星座這個東西 也不是 就是很難得 這個一定不是巧合 這是宇宙刻意安排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都是獅子座 而且其實我們四個一剛開始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是導演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才一一開始知道對方的 然後導演也嚇了一跳這樣 嗯 是不是會有一個人 專門出來給你們摸啊 一個男人 來維宇要不要描述一下 就是 有一個 我們的表演老師 帶了另外一個男人 身材壯碩 身材 非常的好 現場 你看起來很開心 然後呢 就是讓我們要這樣鎮定的 撫摸他 手 從胸口這邊 摸 屁股 摸 打 他自己在那邊冒小花 唉唷 沒有我記得那時候你摸最多 我們三個人還好 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很害羞 沒有可是你手碰了很多 就是你很害羞 但是 所以這個訓練的目的是什麼 只是讓那個男生感覺不舒服 就是你要想像成我們是兩條接觸的肉 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沒有任何害羞跟感覺 也沒有情感 就是肉體碰在肉 對就是肉跟肉這樣 下次在法庭上我也會這樣講 好啦沒有開玩笑 但這個劇裡面其實是蠻大膽的在講性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平常是很開放還是 其實女生私下都會聊這個啊 對不對對不對 是不是嘛 各種細節吧 而且這個戲劇其實就是要主 主要就是要講說 男女之間性是公平的 我們還有教育觀念在裡面的 女生圈子裡面破處是一個得意的事情嗎 你們會跑去跟別人講說 欸我破處了 我認真問 男生比較得意吧 女生應該還好 可能也會啦 也會嗎 沒有我是覺得 女生就是不會這樣 直接開個party說什麼 破處趴我要宣布破處 男生破處也不會開party啊 我覺得這有一個非常深的誤會 對好像那種 破處耶耶耶 沒有 沒有這一回事 沒有嗎 我以為有耶 沒有沒有這一回事 可是女生會跟最好的朋友說 欸你知道我昨天怎麼樣嗎 他就是怎麼樣 然後我打開的時候 不能 之類的 那會羨慕嗎 如果聽到別人 欸只是好奇而已 我覺得看個性 就是有一些女生會忌 她就會覺得說 哼我都還沒破處你就破了 然後就跟你講 那是臭婊子怎麼樣怎麼樣 對 我們在多聊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預告片好了 因為相信看預告片之後 大家可能會更有一個想像 不好意思啊 因為會不會被你心裡吵架 不是 心想做生氣保佑 讓我找到我的完美男人 我用的不是特種的 與其痛苦戀愛 或舒服作 學姐 我需要適度的安靜 麻煩學姐 配合一下 誰 姐姐媽媽 是 將我從無盡的情報 中呼喚出來的 她快掉了 再燒一隻給你 這些 真的能夠操作水澆嗎 這樣也可以喔 紅劇打 MZ女孩 很精采 很精采 我們裡面也有看到那個 玩具的部分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什麼時候開始播 7月3號 在Light TV還有KKTV 網路劇 那一集多長 我想要看到我80歲 沒辦法 太長了 太長了 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講 很會很會 一集多長 剛剛沒有聽到 不好意思 大概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 然後總共幾集 十三集 OK 好 所以就是一集的內容 每天深夜23點59分 哇 一集 所以你們也是作息破壞者就對了 對 OK 各位觀眾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同學版MC女孩 拜拜 拜拜